娱乐圈是个怪圈,有人能夜暴红,有人苦熬,多年仍旧默默无闻,为了红,宣传炒作整容无所不用其极,而改名字怕是成了最常规最不起眼的操作,不过有的明星改名是为了改运,有的明星则纯粹是嫌弃原来名字太难听了。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娱乐圈改了名字的男明星,第一名任嘉伦,任嘉伦没火之前她的本名就和她自己一样,无人问津,后来凭借锦衣之下里面出彩的演技和霸道深情的人设,一下子火遍大江南北,人人都认识了锦衣卫陆毅陆大人,今年的周生如故又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小男成王,而任嘉伦的本名任国超更是被广大网友所熟知,不过任嘉伦可以算是改名最失败的一人了, 他也自称自己改名改了个寂寞,走到天涯海角都逃不开大家对着他大喊国超,喜欢任嘉伦的粉丝都知道他以前名叫任国超,反正国超,嘉伦都是他本人,令本尊纠结的是原名貌似比现用名,还令粉丝朋友印象更深。 甚至任嘉伦爬上了珠峰也有西藏的粉丝朋友叫他国超,他直言,我到这儿还摆脱不了国超,国超的名字这一点和谭松音也很像, 果然不愧是同一部电视剧出来的,谭松音的本名谭清晶也被大家广为熟知,甚至本人还经常被粉丝喊清晶,谭松音是娱乐圈的少女脸了,即使已经快要三十多岁了,但是饰演青春兮少女一点也不费力。 第二名王一博,陈秦令刚播出的时候,王一博饰演的蓝战高冷不苟言笑,被观众嘲笑面摊毫无演技,不过后来随着剧情推进才发现,蓝战就是这样一个面冷心热的清冷贵公子形象。 而王一博实时绷着一张脸,就是为了贴合原著,更好的诠释人物抉择,一时间王一博成了人们心中最好的蓝战,而伯军一笑组合伙出圈, 只是长相时尚帅气的王一博还有一个非常励志的本名,王杰,意思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。 只不过,这个名字跟家中长辈起了冲突,为了避讳所以改成王一博,虽然失去了原来的意义,但明显还是王一博更好听,狼狼上口,乍一听很像言情小说里男主角的名字。 第三名李健,李健其实算是大气晚成演员,2019年凭着亲爱的热爱的大爆火之前,他唯一一部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和神,其他都是配角,没想到一爆就爆成顶流, 而此时他已出道八年,之前李健就曾在节目上分享过,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曾有长达三年时间没戏拍,为了生活只能接平面小广告,私底下的李健非常朴实简单,可谓流量明星是在他的意料之中吧。 不过,别看李健现在的名字好记又好听,实际上她的本名非常拗口,不读上几年说你都不一定见过这个字,即便见过这个字也不一定就能念得出来,李健本名李健。 虽然读法一样,但这个字是真的很少见,不少网友都夸这个名字有特色,甚至公开喊话里线,不改名字早火了,其实也有不少人觉得还是现在的名字好,好任又好记。 第四名,张艺兴,都知道张艺兴长得帅,跳舞好,也知道她万号叫小绵羊,却不知道她的本名这么有意思,张家帅。 话说,张艺兴父母在给她起名字的时候一定对她的颜值寄予了厚望吧,希望她将来帅上加帅。 不过张艺兴确实没有让父母失望,虽然平常看起来柔弱又乖,但一旦跳起舞来简直想换了一个人,这就是街舞舞台上的张艺兴真的太有魅力了,俗称杀疯了。 第五名,肖战,其实肖战并没有改名字,准确的说是差一点叫了另外一个名字,最开始肖战的父母想给她起名叫肖赞的,不过后来觉得这个字笔画太多太难写了,所以给她改成了站字。 话说肖赞两字也非常好听,总觉得这两个字特别熟悉。 微微一笑很清澄里面,洋洋扮演的角色叫肖奈,也是帅得一塌糊涂,简直成了无数粉丝心目中的颜值天花板。 肖赞肖奈,果然长得好看的人连名字都这么相似。 第六,罗云熙,因出演相密被人们称为古装男神,最近这几年罗云熙演了很多电视剧,而且喜欢她的人也越来越多。 罗云熙这个名字听着给人一种很有古风的感觉,所以人们以为她本身就叫这个名字,但其实她的原来名字叫做罗亦,这个名字特别的直截了当。 你们觉得是罗云熙这个名字好听呢,还是罗亦这个名字比较好听呢? 第七,秦孝贤,很多人认识秦孝贤,殊不知这只是她的艺名,我们都知道, 德云社是弟子,都按备份排的,其中秦孝贤是郭德纲孝子科徒弟,所以进入德云社之后,她的名字就加上了孝子,秦孝贤的真实名字叫秦凯璇,由于名字当中体现不出她的备份,所以进入德云社后,师傅郭德纲就给她改了名字,第八个就是穆子阳,穆子阳之前参加过偶像练习生,她也是如今娱乐圈中非常有人戏的一位男爱豆,相信很多女生都是她的粉丝,而穆子阳这个名字也很有味道, 有一种偶像小说的感觉,不过穆子阳这个名字其实也只是她的艺名,并且也是改名换姓,因为她原本的名字叫做李正阳,虽然改名了,但听到李正阳这个名字之后还是很惊喜的,其实也很好听啊,还有一种寒流男明星的感觉,不过改成穆子阳后,更容易让人记住,第九,林超,林超也是参加偶像练习生被大家熟知的,林超原名叫做李英超, 但李英超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林超这个名字更能突出林超身上的灵气,不少网友更是表示幸亏改名了,看来几号名字对于个人气质真的很重要啊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,第十,刘亦菲,被称为仙女姐姐的刘亦菲,她的改名之路真是一波三折,开始她随爸爸的姓叫安峰, 父母离婚后,刘亦菲和妈妈一起去了美国,随后便跟妈妈姓刘,叫柳倩梅子,柳倩梅子听起来,清新脱俗,真不愧是神仙姐姐,原名和一鸣都很嫌弃,令不少粉丝感到开心的是,今年又可以见到神仙姐姐演电视剧了,自从当年的天龙八部金粉世家等之后,刘亦菲也爆红,但是之后的刘亦菲就转战电影圈,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拍电视剧,为二拍的一部,南烟斋比露 因为演员的问题至今上线还遥遥无息,不过今年就可以看到她和陈晓的梦华录了,第十一,李亦峰,李亦峰2014年古剑奇谈爆红,自次成为拥有超多粉丝的顶流,虽然这两年李亦峰热衷于转型,但是依旧很受欢迎,这两年李亦峰转型也有了代表作,比如电影,动物世界,还有谍战剧,隐秘而伟大,其实在李亦峰红之前也不叫李亦峰,而是叫做李赫,没错,就是唐朝诗人人称诗鬼的那个, 第十二,白露,白露自从今年周生如故一生一世爆红,成为灯红小花之后,白露的原名也被不少人扒出来了,毕竟跟国超演戏的女演员都逃不了本名这一招,国超在剧组拍戏的时候也经常叫白露本名,没错,白露本名白孟严,改名白露,是在被余政相众进入娱乐圈之后改的,据传是因为当时白露很喜欢EXO,其中尤其喜欢露函,所以给自己改名为白露, 其实娱乐圈红不红真的是蛮玄学,跟你改不改名字并没有什么多大关系,有人改名字是为了火,但有些明星改名字,纯粹只是不喜欢原来的本名罢了,想要在娱乐圈大红大紫靠的还是实力,毕竟你改得要名字,但你的演技可不会随之改变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观众心中自有一感评价的称。 好啦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,请在评论区及几楼眼用互动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